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如果往上冲已经算是家常便饭了 如果哪一天不往上冲而往下跌的话 那才是奇怪 好了台北股市今天因为冲冲冲越冲越高了 各位看一下 今天开高走高 这个最高点来到9976了 已经算是越来越靠近万点的关卡了 而且厉害的是哪里的 厉害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成交量 今天成交量竟然是983亿 你想想看要靠近1万点的 这个成交量只有这样子 再往年来讲的话 只要靠近不要说过 只要靠近1万点的话 通常成交量上千亿 那是必然的事情 而且可能不只是上千亿而已 甚至于到达2千亿 或者更多的成交量都发生过 但是今年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 都已经快要1万点了 成交量竟然以今天来看的话 都才不到1千亿 983亿 所以也明显的到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成交量 没有因为大盘不断往上走 而呈现所谓的失控现象 那既然如果说大盘指数 在成交量没有出现失控的一个状态 这个前提之下的话 那大盘指数当然秩序往上攻 应该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眼前来看的话 持续做多赚钱 我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们常常讲 就是说股票市场里头 如果说开货的话 就是为了赚钱嘛 要赚钱的话 就是要有行情来赚钱嘛 对不对 没有行情是为了赚钱 那快点有行情 就表示说好赚啊 这个时候就好赚啊 那如果说你到现在 还没有打算 大盘伸手 进来这个赚钱的话 那我觉得是说 你错过的太多了 股市里面开户 好不容易遇到行情了 不是嘛 我们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今天早上 传出去的第一道讯息 3月21号 早上8043分 美国股市持续性的小跌 不过苹果的股价 还是创新高 到昨天为止还是一样哦 而且台币昨天升值一脚 创养颜半来的新高 看来在资金浪潮 源源不绝流入的情况之下 台股欲退不易 因为今天指数还会走高 的确 这是今天早上 3月21号 今天早上的8点多的讯息 那当然也是 如我们所欲起的 这几天都是一样 都是跟我们一起是一样的 今天也是一样 遇到金指数呢 还是会走高 目前为止做多 准 没错 可以加减抢到钱 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 传出去的信息 的确这几天的台股 指数有不断的晚上 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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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高量 没放大 没放大 没有放大 但是资金行情又看得到 为什么说资金行情 你知道吗 我这个地方不是讲到一件事情 昨天台币升值了一角 而且创下两年半年的新高 或许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操作股票的话 你可能想到的是 台币升值了 要出国的话 可能就有小确信 对不对 台币变大了嘛 但是在股票市场来讲话 如果说台币升值 你想看一件事情 台币升值为什么升值 就钱进来了嘛 钱进来买你新台币嘛 台币自然会变胖嘛 会变大嘛 对不对 越多人进来 越多钱进来 然后就买 买 不管股票也好 股票的话 被你越多人买 不是股票也就跟着股价就上涨嘛 一样道理的 如果说越多人进来买台币 台币自然会升值 所以台币呢 现在为什么升值 就是热钱不断的流进来 当然热钱流进来的话 不进来说一定到股市来 有可能流到这个什么 房市去 或者是说这个二级市场去 但是呢股市来讲的话 就是你也可以看到 指数越走越高 越走越高 成交量以今天来看的话 的确有稍微变大了一点 虽然是还没有到千亿 但是呢 可以感觉到说 那股能量一直都在 而且那股能量像活水一样 不断的流进来 到现在来讲 它都没有爆发 因为所谓的爆发就是 成交量变得很大很大 现在还没有 所以当你变得很大大的话 那指数会 指数可能就已经上万点喔 所以有时候你要想象一件事情 如果说指数上万点的时候 成交量会爆发起来 那表示 现在摆明就是要往万点以上的指数 去靠近嘛 而且目标 根本不是只指万点而来而已 是往万点以上更高点 来做准备的 所为何而来 就是为了这样而来 各位听得懂我意思吗 因为你现在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到万点 成交量都 但是没到万点快要到万点喔 快到万点的情况之下 成交量竟然是九百多亿 还没到一千亿 那我刚刚有提到过了 往年都到 如果说快靠近一万点的话 都成交量来讲的话 应该都至少至少到一千多亿 甚至两千多亿三千亿 都看到过的 但是现在都已经快要到一万点了 成交量如此而已 但是问题流入前 还不断的流进来 台币升值 像昨天升值了一脚一脚 创两年半年新高 你知道吗 今天又更高了啦 今天台币又升值了好几分了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就等于是台币升值 已经变成一种趋势了 所以现在连带就是 整个台股指数的往上涨 也变成一种趋势 这种趋势 感觉上就是说 你不做多也不行了 不忙起来做多 不忙起来做股票 赚股票的话 我觉得是太不对不起自己的 你懂吗 竟然是对不起自己 各位看一下 这昨天的产能稿 这昨天3月20号 昨天台股是涨4点 今天更多 涨59点 各位看一下内容 历史上 我们可能稍微把它拉近一点 历史上台股每一回 如果要挑战万点的话 哪一次不是几斤波车 再终于超过外点的 所以台股昨天就算收黑 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 昨天收红 涨4点 今天还是涨59点 都还在涨 好了看下去 只要指数还在创新高的话 多头的火焰自然是 还在熊熊难烧 也暗示随时 还会有新高点会发生 更何况 嘎空前的股票都还存在着 前有预金光 后有环球金 这两档股票根本就轮流在嘎空的 依然前仆后继的轮流 嘎空的上涨 因此台股的多头 还没有什么改变 目前是可以放心做多赚钱 只不过万点之前 币量会有还有一些破烂的 而且一旦如果说真的 指数碰触万点的话 成交量币量也会冒火花放大 届时四币会处处有惊喜 也是处处陷阱 为什么 为什么处处惊喜 也处处陷阱 你想想看嘛 你如果有先买的话 当你指数月高了 股票涨上来 你不是赚钱嘛 这不是惊喜嘛 但是为什么又处处处陷阱 很简单啊 因为当你 沿路的网上涨 早期买股票的人 刚才看到万点的时候 他会不会调节 一定会调节的 那你会调节的话 如果说一个调节就算了 两个三个更多个 一百个一千个 如果这样子调节的话 当然势必会带来 某一档股票的慢压 这个股票如果造成慢压的话 如果你跳进去 你之前不跳进去 现在才跳进去 一定是会因为慢压出现了 股价拉回来 你就变成马上套 立刻套 所以这个是现金 但是我必须要澄清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如此 因为有些股票是不断的上涨 是不断的交换手的 即便是说像现在的 像郁金光好了 这是高空的股票 今天它有上涨 没错吧 但是你要晓得 今天上涨 昨天它却是跌的 昨天我在解盘也解到郁金光 昨天它明明也是跌成这样子的 在昨天台股往上涨的同时 它昨天收黑 而且一跌 昨天收黑是跌了14块钱 今天马上平反过来 今天涨了多少 涨了14块钱 昨天跌14块 今天又涨14块 根本没有跌一样嘛 对不对 又回到了前天的位置去了237 今天收盘还是237 昨天跌在干嘛 就是它又不断的在做交换手的动作 不断的在做筹码的换手 不断的在做一个上涨过程当中的技术性的整理 所以你要想得整个大盘如果说真的到外面的话 或许你会想说 哎呦啊 大家又骗了 米很贵 说实在的 你去想这个就想太多了 那如果说 如果你真的会有这种心理的障碍 想说太贵了 你不敢买 那你可以去挑别的啊 谁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做最高的动作 我等一下就拿给各位看哦 股票依然到今天来讲的话 都可以买的 我们昨天也在买 今天也在买 那为什么我们敢在这个地方买 也就是说因为太多的股票 可以值得你现在逢地做买进了 因为有太多的股票 没有因为大盘的往上涨 它更能因此而飘到某一定的程度去 当然你看到环球晶 那当然是不断的创它的历史上的新高 各位看一下环球晶来讲的话 它的股价 这个是历史上的高点啊 因为它过去是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出来 这是历史上的新高点啊 但是呢 你也不要因为说 我去这么多的我不敢买 好了 第一点 第一点 我要问你 你为什么一定要买它呢 啊第二点 谁说这么高就不能涨上去呢 对不对 当你涨到这个一百块的时候 不是跑到两百块来的吗 很快呢 一百块都还在 多久以前的事情 一百块在这里啊 去年十二月的事情呢 现在才三月份呢 一百块到现在的两百一十几块了 不是吗 对不对 涨了一倍 一个季节不到的时间 一个季节也差不多就是多少天 九十天嘛 九十天不到的时间 它就股价足足涨了一倍以上 那人又说一百块你嫌它贵 不好意思 那就会两百块啊 谁知道它会不会跑到三百块去 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呢第一点 你必须要突破你自己心里面的魔障 要想说 要想说它为什么会涨 因为它的基本面太好了 比如说环球金融所代表的是 西金元价格不断的往上飙 西金元价格不断的往上飙 它的生产线是不断的 不断的挤爆了 所以呢根本是做不人的单子 做不人的订单嘛 那既然如此的话 当然营收一定会更高嘛 所以呢是促使它的股价 不断的往上飙上来嘛 所以它有基本面撑在后面 使它的股价不断往前冲上去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呢 当你如果说要买这档股票的话 你就不妨从基本面来做出发一点 而且更何况 从成交量也可以做一个判断 除非成交量出现了过大 那就表现有失控的疑虑的 你就不要冲进去了嘛 那你去买别的啊 谁规定说你一定要买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形态的股票 你要买这样形态的股票的话 本来你心脏就要多人家两颗啊 这是第一点啊 那第二点的话 你要回头去想 那你为什么之前不买呢 大拨还在九千五百点的时候 人家一十个股票 要一百块而已啊 太多有这类型的股票了 不冲则而已 一鸣就惊人了 常常会这样子啊 好 这是我刚刚所讲的 第一点 你要买就是这种股票 为什么不能买 因为它很会冲啊 那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它涨到这种程度了 你真的不敢买 说实在的 刀子压在你脖子上 你不敢买就不敢买 好啦 那不敢买的话 你去买别的啊 有那么多档的股票 一千多档的股票呢 你要晓得 台股指数 如果只要来到一万点的话 鸡犬都会升天啊 雨露也会均沾啊 太多股票都会跟得上来的啊 你不买它 它也会涨 你买它 可能还是会涨 你不买它没关系 你一看买别的 也是会涨 好 只是看说 涨的速度快与慢 那你不要说 人家涨到一定的程度了 那程度上爆发出来了 你再跟着挤进去啊 那一定是死啊 懂吗 我刚刚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到昨天为止 我们都还在买 今天我们也在买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 这昨天买的 我昨天也跟各位提到 正月20号啊 723块1的音乐达 昨天还收盘收到 收到当天的最高点 今天也是收盘 收到今天的最高点 不是越涨越高 对不对 就是要赚啊 这样了解吗 其实太多的股票出现 同样类似的情况 你说银叶达这样很高吗 我请问你 那是多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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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说你 如果用更长线去看的话 这是一个 那是高的 如果用这样子的话 能不能说服你一下 它过去有多高 四百多块 现在二十几块 当然我们不能讲说 把股票用这样子的思维去做考虑 我只是告诉你说 现在大盘即便是要到一万点 有些股票呢 之前那么高 现在是趴在地上 但是呢 我们现在没有讲说 我一档股票要走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这是要跑到几倍啊 二十几倍啊 我只是说这样子 然后跟你做比较好 或许你就比较敢买了 不然的话这样子你不敢买啊 像环球精你这样不敢买啊 对不对 不敢买的话 我怎么能够说服你呢 所以呢 我就有些股票来讲的话 就是说像这样子 这样看不出来 你就这样子看就知道了 懂吗 这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那当然了 我们买到 从昨天买 今天来看的话还是赚了 我没有讲说这档股票我要赚到太多太多 就是说我只要看到见好就收 我一定会收的 这是一个 然后包括今天我们也是在买啊 而且我刚刚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涨太多的会一直冲上去 你就不敢买 那谁规定你一定要买这样的股票 你可以买那种就是说 你这有跌下来的啊 亲爱的朋友要想到一件事情 当你台股如果真的要往上涨上去的话 有些股票涨上去会对 就倒退路当了 但是倒退路当了 并且你也买 应该买的位置了啦 你这懂得跳进去买的 你不能说 跳上去追 然后下来的时候洗掉了 跳上去又追 然后下来又洗掉了 有时候这种过程 就叫做甩轿 就把散户的轿子甩掉 你懂吗 有时候你要在下面想一想 这档股票如果说今天掉下来 它是什么原因啊 有原因吗 没有原因 没有原因是下来干什么 可能就技术性的问题了 可能就是在涨上去 然后先拉回来 然后呢 让散户按捺不住 然后就跳船 棄手 就这样子哦 你要看一下 之前在上面的时候 外资是买还是卖 所以下来 有时候变成外资先套牢在那边呢 那你就想想看一件事情 如果说这边外资再买了 下来外资不买吗 一定也会跟着买吗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嘛 所以呢我们常常就 抱着这种想法就是说 我们不一定说每一档股票 都要去追那种 对比强的股票 因为说服得了我自己 但是散户或者是自己会员 未必能够完全的说服 因为一万点呢 你去追逐这样的股票 一定会承受某种程度的风险 所以呢不如就是说去想 还有什么其他股票 可能隐藏的爆发能力 或者是说还没有完全的创新高 有准备创新高 这种能力存在着股票 我想如果说这样的股票 如果被你挖掘到的话 其实散户半夜都会投降的不是吗 我们在今天来讲的话 你先想看 譬如说用这档股票好了 因为这档股票我们在今天 是你先看它早盘的时候 振兴啊 从头到尾都黑的啊 那你也知道这档股票 我们手上有 我也没有否认啊 但是你想想一件事情 它早盘跌下来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搞不好你就跳海自杀了 就跳出去了 台湾65.6 迅速地往下跌65.64.9 65.5 64.3 64.2 第一面 第一个半面 一个分钟而已 就从65.6 跳到64.2 跳得多厉害 跌得多深 你应该买吗 我告诉你 我这真的买啊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今天在买在哪里 这是今天 3月21 早上9点3分的时候 正新为持有者 64.6 做买进的动作 价位就定在那边了 成交 9点3分 64.6 所以就要说 红圈圈的地方 这样了解吗 后来 不是慢慢拉上去 慢慢拉上去的吗 外资套在上面 它就有理由 在红地跟你接上来 所以我们去 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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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反正就是能够赚得到 以能够赚得到的便宜货为最主要的 我们的选股标的 这样了解吗 勇敢低切者才有福气的 我们今天欠64.6 收盘65.4 你觉得如何 其实要知道 就算大盘已经靠近万点了 就算过关一万点了 又如何 因为太多股票值得 我们现在好好的去做布局 好好的去做一个薄薄切入的动作 我相信你能够赚到的一个获利加差是很丰盛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立刻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同步 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月十倍数 或扫描QRCO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利加速 0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同步 永远值得托付 0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 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月十倍数 或扫描QRCO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利加速 0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同步 永远值得托付 0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触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遗迹 选择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地震真可怕 地震别害怕 看我的防震宝典 防震宝典 平时应固定家中电器及家具 规划避难逃生路线 与家人约定联络方式 准备紧急避难包 那地震是怎么办 保持冷静 立即趴下 掩护 穩住抓住桌角 记得哦 保护头颈部最重要 有备无乱 临阵不乱 各位好 欢迎回到这个 非约时备数现场 我是蔡一璋 其实做股票的话 你做的够久 就喜欢听到一句话 就是说股市存在着行情 而这个所谓的行情 就是资金行情 因为资金行情来的话 这个多头就非常确立 而且呢 可以到你到达 你无法想象的位置去 当时的86年的10 应该是讲79年的12682 就是一个资金行情 把它堆砌出来的 还有86年的10256 也是资金行情堆砌出来的 还有89年的10393 全部都是资金行情 堆砌出来的 但是当时 在还没到达顶点的时候呢 整个路上 其实太多人都抱着 怀疑的态度 一直到指数越涨越高 上去了 成就让它放大了 那表示一群人 就开始挤进去了 等到你那群人 后知后觉挤进去的时候呢 那当然大大 到达顶点了 所以呢 以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明明白白 就告诉你有资金行情了 因为台币不断的升值嘛 那已经确定有行情了 而且到现在目前为止 成交量都还没完全地放大 以今天来看的话 明明涨那么多了 快要到1万点了 成交量才只有983亿 那表示说 现在还没那么多人进来 没那么多人进来 当然也是还有很多国票很好 还有很多国票很好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我们昨天也是买啊 买给你看啊 我们今天也是买啊 我告诉你明天 我可能还都还会买 因为只要能够 只是我还有上去的空间 我们股票还能够 做多来赚到钱 就算哪一天跌下去好了 我放空啊 你也知道我会放空啊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不想放空 我现在做多 能够赚多少算多少啊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啊 好了 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好 能够赚多少算多少 是不是也能够赚快一点 其实这一方面 我根本没有让各位失望的 现在是三月份 我们在三月份里头来讲的话 有些股票呢 根本就是快的 像一把非常利的刀子一样 今天进明天出 快刀进快刀出 各位看一下啊 南亚放空的 这是放空哦 我之前也是放空哦 但是你放空速度有多快 空补 这么大型的股票 七百九十三亿股票 放空补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这是在三月二号呢 你要想得 大盘呢 是有掉下来的哦 不是没有掉下来哦 大盘这段路有掉下来哦 虽然我们放空哦 但是后来这个 我们就纯粹的做多了哦 你们非常清楚哦 这不用我多讲了哦 好 这速度更快了 这样哦 之前平静无波哦 切进去火山喷出火 喷出的那一天切进去 当天拉高到这种程度 隔天再拉得更高 啊那个出场啊 两天 而且我买的时候 那天一大早都还讲哦 三月十三啊 因为我早上的九点半的节目嘛 九点半到十点嘛 不要忘记了哦 早上的节目呢 还讲我们就买那个圈圈哦 买二五点五哦 就这样讲得那么明白哦 好 你买有福气 为什么 圈圈跑到这边来了 价格跑到那么高的地方去了 当然这档股票 我们是两天 就是说收工的动作 速度也非常快 快刀子进 快刀子粗 白刀子进 白刀子粗 红刀子粗哦 好了 这三月十五号出来 中美金也是放空下去 隔天就补了 速度都两天 所以你刚刚看到 不管是蓝牙放空 三月一号进去 三月二号出来两天 或者是那个蓝牙也是 蓝牙两天 中美金两天 空补空补 还有包括就是统一操 那做多了哦 进去火山喷出口 隔天喷出来 立刻下车 两天收工 落到园 速度更快吧 我告诉你 也就是因为行情好 速度才能够变得更快 行情不好的话 速度可能就要稍微 变慢一点了 现在行情就站在 我们愿意去抢钱 做多的这一方 所以呢 我们在抢钱的速度 就变得很快 亲爱的朋友 我们要参考虑 我们要参考虑的钱 就是出现行情 更好参考虑 可以参考虑 我们只要参考虑 不要参考虑 参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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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考虑 真的没办法 所以现在来讲话 真的是 可以说是 跟时间在竞赛 能够赚多少 就赚多少 好吗 记得 还是要跟各位提醒 就是说 如果说您现在决定加入了 请您再来做考虑 如果说你喜欢 操作中高价位的股票的话 你就选择非要家族 来做加入 如果说你喜欢操作 中低价位的股票的话 你就选择四倍数会员 做加入 好不好 那当然 如果说你中高价位 中低价位都有在操作的话 你可以选择的是 超级双场炮 怎么说 因为同时兼具的 非要家族 跟四倍数会员的股票 建如此的话 不管哪一种行情启动了 都不会让你行情掉落下去的 获利自然是无法当的 好好的把握 因为目前 超级双场炮 也的确是电话需问度 比较高的 您可以把握 广告中的电话 来跟我们的 线上的先生小姐 来做掐询 好了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早上股票操作顺利了 谢谢您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贫乎并自负 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订阅投顾02-2781-0909 02-2781-0909 来来来 包租公包租婆看过来 自106年1月1日起 住宅租约必须遵守内政部公告的房屋租赁 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和不得记载事项 押金不能超过两个月 设定费用和税金要赞明 房屋及设备修缮义务道约定 终止租赁条件要讲好 不能限制房客以租金报税等等 更详细的内容 请上内政部地政司网站查询 内政部关心您 阿不 哪里等下来 快来